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古济柔 香港警方在星期四 金中占领区清场期间 共拘捕了249名拒绝离开的示威者 部分人星期五获释 当中包括15名泛民主派 立法会议员及多名学生领袖 而尚未清场的铜锣湾占领区 成为雨伞运动最后阵地 仍有市民坚守 我们来看报道 周五部分人自签担保后获释 也有人拒绝担保或无条件释放 但警方表明会保留追究权利 当中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 及一批泛民议员 获释的双学成员 在警署门外高喊 我要真普选 即撤回人大决定等口号 泛民犯和会召集人 立法会议员梁家杰 离开警署后 向本台表示 昨天我们在雨上广场退出来的时候 感觉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如何去进行一个和平非暴力的抗争 这个我想我们是做到了 我们坐下来警察也没有什么借口了 用武力来清偿嘛 被逮捕了以后啊 从8个小时到12个小时不等的时间呢 就获得这个释放了 他们需要时间做进一步的调查 决定是否去提诉 你们现在是算是留了案底 怕不怕将来在立法会表决 政改议案的时候突然被抓 导致这个议案就直接通过了呢 有这个风险的 但是如果中共政府 透过特区政府 做这么一些动作呢 它必须要承担政治的后果了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获释后表示 将来要打民意战 抵制政改咨询 学联预计 未来可能出现不同路线抗争 包括武装抗争 学民思潮表示 未来会巩固青年人的支持 继续争取与政府公开对话 讨论重启政改 同日十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 到警察总部送上维护法纪 全赖有你的巨型感谢卡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表示 过去两个多月的占领行动 警察工作辛苦压力很大 他深受昨日清场行动感动 认为展现警方专业有能力 随着警方在占领大本营 金钟清场 目前只有铜锣湾一小片区域仍被占领 周四晚人数暴增至300多人 出现近期难得一见的热闹场面 有示威者在现场折指贺及挂横幅标语 警方周五派出6名谈判专家到铜锣湾了解情况 有留守者估计警方会在公展会开始前清场 因此已收拾好私人物品 但坚持留守至清场为止 占领行动纠察长韦女士周五向本台表示 仍有占领者不甘心离开 其实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还希望政府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所以他们没有跟着走 可能在几天内也会听走 他们是有理由继续留在那边的 警方周五表示 虽然没有人在铜锣湾申请禁制令 警方仍会根据法律采取行动 清场行动将视乎实际情况 待参与金钟清场的警员休息后再展开 预计最快下星期出动3000名警员行动 金钟占领区已经全面清场 但在清场范围外的立法会示威区 星期五仍有人在坚守 他们向本台表示占领并没有结束 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12月11日 香港直达主任连同警方将金钟占领区全面清场 并拘捕了249人 至当晚金钟已恢复了往日的车水马龙 周五香港石欢署再派人前往占领区 继续清理强柱上留下的标语 贴纸黄丝带等物品 而不属于清场范围的立法会示威区 周五仍摆满了物资 并放置着零星帐篷 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 长期占据示威区造成安全和卫生问题 妨碍议员出入 堵塞紧急汽车通道 也阻碍了其他市民使用示威区 立法会行管会下周一将开会决定如何处理 最快当日采取清场 在立法会示威区 整理物资的契先生 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基本上27条有说我们可以 炸为示威的自由 对吧 这个拿发员用什么法律 说我们这边是不能来示威吗 礼拜一他们为开尾 叫我们离开 我们不会走 要走他请这个警察 但是我们想知道 我们是反了什么法律 不能给我们在这边示威 发员的权利 就是说这个占领并没有结束 而是说再继续再结束 对对对对 还没有停 只是我们多的东西 我们拿出去给有税入的人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们只要真投选 契先生又说 这边我们会给住留守 但是警察太害怕了 我会留守到最后一刻的 中国官方新华社周五引述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 依据高等法院禁止令和有关法律规定 开展轻路清场行动 得到香港广大市民的普遍理解和支持 港澳办充分肯定 并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 依法处置违法行为 维护法治和秩序 一方面 北京对特区政府坚决支持 另一方面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范徐利泰先后表示 香港目前并非正通人和 梁振英作为特首负有责任 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 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北京当局不满梁振英身为特首 却令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战中事件 在占领运动平息后 会开始对梁振英秋后算账 谭志强认为目前对梁振英提出批评的 都是有可能或有意愿成为下一届特首的人选 1989年 六四事件幸存者唐露 以行动声援香港的占领行动 星期四 唐露在金中经历了香港警方清场 这让他想起当年的八九民运 持续两个多月的香港雨伞运动 本周四在数千警律的驱赶下划上句号 曾经经历八九学运六四天安门清场的幸存者唐露 周四在香港再一次经历了国家机器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所采取的驱赶行动 再一次体会到独裁专制的恐怖 唐露于周四晚上六点钟离开金中时遇到香港警方的仔细盘查 当时金中整个占领区全被封锁 警方只留下一个出口 除了记者 其他人都被要求登记身份资料 他说 同时出去的时候埋着头 我想不引人注意吧 他还是就注意到我了 因为他在查那记者呢 他就在问 给姐姐呢 我是记者吗 我说我不是 他说那就要拿身份证 我说我没有 他就把我就送到另外的一堆警员那边去了 警官就过来了 两个年轻的警察 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 就在问我兴奋症 我说我没有 有护照吗 因为我就发觉 我说英文他对我的态度好得多 就是还有什么证件 我说我没带在身上 然后他说护照 他说你哪来的 我说美国纽约 我说我真是护照没有带过来 唐露说警方多次追问他 住在哪里要求核查护照几经交涉 最后警方因忙于其他背后人士 于是放他离去 当唐露走出封锁范围时 面对两侧长长的警方人墙 感慨无限 他说 我当时就是离开的时候 他不是很常一排警察 从西到东一直到那个入口 全是警察 全副武装的站在那儿 也没有找我麻烦 但是我当时我心情非常沉重 我就觉得就跟六四离开的时候 虽然说没有那么惊险 当时是爬着坦克的履带 被战士打 当兵的打 打了又摔在地上 竟不是我要当英雄 我是没有办法 只有一条深度就是要爬过这个坦克 我是屠服前进 爬着坦克的履带 从他那个机关枪口的底下 心里一个想法就是要出去 唐璐说面对香港警察清场 也只有一个念头 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杀死我 也不会打我 但是我当时一个念头 就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要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被他们完全掌控了 本来是香港最安全 最美丽 最浪漫的地方 现在是香港最危险 最丑恶 当时广场也是这样的感觉 我没跑 我走得比较快 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无助 不是天安门那个时候离开的那种 很悲愤的那种心情 我当时就是觉得 就是国家机器太强大 我们这种血肉之躯 怎么挡到了他们 怎么跟他们正面搏斗 相隔25年 唐璐在中国官方所称的 一国两制政策下的香港 又一次经历了 有学生和市民参与的民主运动 争取征途选 他说 虽然香港警方没有采用暴力手段 但是凸显了国家机器和独裁专制的控制力 但他也相信香港雨伞行动已经形成强大的民意基础 在未来数年甚至今后将影响香港 乃至中国大陆的一代年轻人 世界人权日前夕被释放的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 星期五告诉本台 他将就在狱中受到的酷刑 及不忍道对待提出申诉 请看详细的报道 致力于内蒙古实行高度自治的异议人士哈达 被当局判刑及法外羁押 19年后 本周二出狱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 不少仰慕者致电未问但被警方调查 据微博消息透露 内蒙古镇南旗一青年人易乐旗 周三致电哈达表示未问但被镇南旗警方调查 并没收他的手机 县里居日本的猛族青年乌利奇周五告诉本台 12月11号 齐林浩特正南旗公安局三个民警被抓到公安局 强行没收手机 被要挟调查 这个起因是12月10日 以期给刚刚释放的蒙古族英雄哈达 致电兵表示未问 第二天被警察调查 现在已期被公安局监视 他的状态很不好 你们有没有跟他通过电话 我通了通了 他说现在他就是不敢说话 他手机也是被监视 本台周五多次致电易乐旗的手机 但显示无人接听 本周获释的哈达周五 接受本台采访时证实上述青年人 给他打电话未问 接到了两次都接到了 他昨天上午就被当地国宝警告 肯定 肯定有这回事 刚才我跟家人亲戚打电话 很多电话都不通 最后通了一个我三妹妹的电话 他告诉我 前两天警察来把他们的电话好吗 都记录走了 在狱中受到各种体罚及虐待的哈达 早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已经是一身病 这位热心的蒙古族青年希望能为哈达提供经济帮助 哈达说 哈达还说公安在最近几天一直提醒他 不要接受外媒采访被他拒绝 哈达在狱中受到各种体罚和虐待 身患多种慢性疾病 他表示稍后将进行医治 他也已经委托两位律师为其申诉 我要继续申诉 特别是国际上我要申诉 你帮我呼吁呼吁 有关国际机构 帮我把这个案子顺利解决 还有苦刑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 他们都应该帮助打好这个官司的 今天是2014年12月10日 是世界人权日 也是哈达获释的第二天 我想借此机会 向世界各国的蒙古族同胞讲几句话 一 深陷陵雨19年的哈达 没有死在牢里 昨天总算获释了 其实就凭周永康时代 正法委系统的黑暗 把哈达弄死在狱中 也不是难事 那么是当局怕哈达个人吗 不是 他们并不怕哈达个人 而是怕正义的舆论 和广大蒙古族同胞 关注着我们的人 正是因为世界各地的蒙古族同胞 多年来的努力 利用各种媒体 为哈达及我们一家呼吁 不为严寒酷暑 奔走呐喊 才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所以我在此 首先要感谢广大蒙古族同胞 多年来的支持 二 哈达被关押十九年 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但他没有畏惧 获释后敢于面对媒体 大声说话 这是难能可贵的 坐牢可怕 因怕坐牢而屈服 更可怕 三 其实哈达及我们一家的遭遇 只是蒙古问题的一小部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少数民族各阶层 均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蒙古民族 该如何为自己的权益 有效地去努力 去抗争 也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 民族复兴的道路 任重而道远 哈达现已获释 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但从此事件中 年轻人可以吸取 许多经验教训 我最后希望 更多的蒙古族年轻同胞 理性而有效地 实现自己的理想 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至少有260名中国律师 在一份公开信上签名 抗议武汉维权律师张科科 在吉林辽元市为当事人辩护时 被警察当庭带走 据悉12月11号 张科科在法庭上为一名法轮功成员辩护时 因在法庭上说了一句 我国宪法明确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 而被法警当庭带走 6个小时之后才获释 公开信的起草者张磊 对美联社表示 这违反了律师的权利 就在中国维权律师屡屡遭受打压之际 12月12号 台湾的律师学者及文化人 共同发起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该组织的宗旨是 声援受迫害的中国人权律师 促进中国法治健全发展 以及唤起台湾社会 对中国人权的认知关注与行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台湾 由律师学者文化界发起的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周五在台北成立 文化评论者评录致辞时表示 中国的人权律师就像独裁空气里的金丝雀 是最珍贵的资产 他们这么有勇气 这么有理想 却受到这么大的迫害 需要外界更多的关注 评录表示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 更证实未来的两岸关系 绝对不会再垄断在权贵手里 而是由公民社会互相支援 切磋 赔利 但就在此刻 还有很多中国律师跟台湾 香港的律师一样 关注人权事务 坚持非暴力原则 凭着法律的专业 希望给中国开拓更光明 有希望 更合理的未来 却因为这样很卑微的自我期许被软禁 甚至关境监牢里 评录说 就在此刻 在中国 还有 很多的律师 他们关注于人权的事务 他们跟我们这里的很多人一样 跟台湾很多人一样 跟香港的很多人一样 就是凭着理想主义 认为 中国也应该有一个更合理的未来 他们坚持非暴力的原则 而且凭着法律的专业 希望给中国开拓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更有希望 更合理的未来 那就因为这样很卑微的自我期许 他们历经最艰苦的情况 而且很多情况我想各位都跟我一样清楚 有的他们现在还被软禁 不止软禁 还在牢里 那他们非常需要外界的关注 习近平提到过 包括 以法治国 以先治国等等 很好听的名词 那 总是也希望 这件事情能够弄假成真 总是希望在司法的基础上 两岸三地可以有最大的公约数 有最大公约数 那么往未来来看 如果两岸三地 像刚刚说的 有契合的基础 如果习近平讲的 所谓的心灵契合 是一个 是一个理想的情境 那么契合的基础 必然在于在今天 在司法 在人权 两岸三地 互相的 互相支持的基础之上 台湾深圆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汇整了中国人权律师的监困处境 包括政治门槛 年检制度 职业困难 和人身安全 中国当局常以曾参加六四等政治理由 惧罚律师执照 还设立缺乏法律依据的年度考核制度 以行政命令吊销职业资格 借以钳制律师的职业自由与言论自由 而中国形式辩护律师 一项面临会见难 月卷难 调查取证难 等三大难题 近年来 许多人权律师更遭到公安 以黑社会手段绑架 殴打 威胁 和羞辱 施暴的人员 却从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早于2007年成立 副主席张耀良律师 从形势严峻的香港战中现场赶到台湾 张耀良说 他们最近有新的黑五类 黑五类的第一名就是维权律师 所以他们把维权律师当成是一种首要打压的一个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维权律师他们最大的武器 就是用国家的法律来捍卫老百姓他们基本 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其实是一个这个政权最害怕的一点 部长 但是请问中国的律师能够做什么 他们从政的比例是很低很低 那我们这边的律师可以发声 我们可以批国民党 批民进党 现在还流行批科逼啊 我们都批啊 共产党我们也批啊 为什么中国的律师 就是每一年职业还有联检制度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年香港大学 都把学院跟他们做那个公益 公益诉讼论坛的一个座谈 然后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啊 因为中国的一些年轻律师 跟一些研究生关心我 他说我们现在中国一天到晚 在逮捕这些危险律师 请问你们台湾也经过一党独大 这样的事情 请问你们台湾 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再逮捕律师 台湾其实在决定之代 没有一个被逮捕过 安徽合肥法院日前对维权人士 周维林 姚成 李化平安 做出宣判 周维林被判一年零六个月 姚成一年零十个月 李化平两年 他们被控的罪名是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他们都是因为在2013年夏天 声援安徽邦部异见人士张林妇女 要求当局允许当时年仅十岁的张林女儿 张安妮上学而被捕 河北唐山17岁少年魏济南 上月17日被关进看守所 四天后身亡 家属前往看守所时 发现尸体腹部有瘀青 头部有大量血迹 目前当局仍然没有 就尸体伤痕做出解释 称死亡是自身原因所导致 家属对此表示质疑 青海省果落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所属的十个乡 近日展开村两委换届选举 而在特合土乡的选举中 由于当局指定其属役人选来取代民选领导 引起了官民之间的肢体冲突 在场账民拒绝投票 并返回各自的所在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长沙市宇花区金井村村民 自今年11月底开始发起维权 抗议村干部选举舞弊 私卖村民土地 12月11日 村民集起到工地阻止开发商施工 当局派出了500多名警察 特警镇压 多人被打伤入院 近20人被抓捕 在台湾 有一个少数族群被称为台湾的同志 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同性恋群体 马英九总统日前出席了 他们的人权之夜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在台湾 总统马英九出席人权之夜 他表示他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即便预算支持同志游行 台湾同志人权堪称亚洲第一 不过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 李永然律师则认为 台湾的经济 健康及居住人权有待提升 中华人权协会周五举办 2014年人权之夜 马英九致辞时表示 联合国在1968年12月10日 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台湾在2009年在立法院 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 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 他也以总统身份批嘴这两个公约 并通过两公约施行法 变成国内法的一部分 马英九指出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 在两年前依两公约规定 提出第一部国家人权报告书 邀请十位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 马英九表示 邀请外国的专家到台湾来 就在台北市审查 而且审查的过程 各机关都派人去 还加上我们本地的人权团体 所谓的NGO 这过去联合国没有这个先例 结果他们觉得这样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在地的议题可以出来 第二个呢 有在地的团体可以参加 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出现跟事实真相不明的状况 所以等到他们审查完了之后 我在总统府请他们吃饭 他们的反应非常的正面 他没有想到 我们根本不是有资格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国家 居然对于人权的事务这么认真 马英九说 政府并针对各界提出的82项建议 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 他强调 政府通常是侵害人权最多的单位 但是我们邀请国内外专家来给我们批评 提供检讨改进的建言 这更能彰显台湾对人权的重视 对于政府应提升哪一方面的人权保障 李永然说 是经济人权 居住人权和健康人权 面向生活在新闻管控下的中国受众 突破新闻审查 实践新闻自由 挖掘被封锁被屏蔽的新闻事件 我们多方核实 持续追踪 深度报道 力求还原事件真相 我绝不认可 去爱听不到真话的国度 请力打造畅所欲言的多元化平台 我们尊重每一位受众的言论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古济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